危险人物 有毒 就算是毒神猛烧会吃人咬人我也不怕 因为 因为我已经付出了我的感情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你对我说的每一次每一句我都铭记在心 你说你第一次遇见了我你就放不下我 你还说你有了我你会更富有更幸福的 但是你现在却这样对我 这样冷酷的拒我与千里之外 若狂你这么矛盾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呢 我收回我以前说的话可以吗 我以前太冲动了 我一时迷惑 我一时昏了头 我胡言乱语 我说的什么话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你还心想干什么呢 不对 你不可能骗我 你不需要骗我的 我自信我对人的观察还算敏锐 我可以感受到你的真诚的 我知道了 我帮助你 让你的自尊心深深的受伤了 你就是受伤了 对不对 是 我受伤了 受伤了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现在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我不愿意再受你的伤害 这样你懂了吗 你 你在乎我 子萱为你做的 你不觉得是受伤 而我 你对我的感觉 是有别于子萱的 这表示你是在乎我的 是不是啊 我 你强词夺理 你现在追究我的感觉是没有意义的吗 总之不管我以前跟你说了什么 都把它忘记好不好 我是为你好 如果我现在允许你来伤害我 那么将来有一天就会换成是我来伤害你 这样你懂了吗 我不得 就算将来有一天会如你所预言的 我也不怕 即使你会把我伤得片天鳞伤 也是我心甘情愿 我也无怨无悔 如果你真有这么多的感情无处宣泄 那就去找子萱 去抓住她 就把握她 她条件那么好 有钱 有名 有才技 有地位 对你又已经倾目在心 你多跟她接触 就会发现她又温柔又体贴 是所有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她也是一个谈论婚家的理想对象 前妾 你跟她在一起才有幸福可言 梅若红 你好残忍 你没心没干 就算是我自作多情 会错了意 不要错了情 但是 你也用不着这样羞辱我 你不喜欢我 你明说 我会直觉的 我不会死必来临 缠着你不放 但是你这么说 你把我当做什么了 你竟可以随随明明 更坏主人的礼物吗 而你呢 你又是什么 上帝吗 就这样替我主宰了我的感情 我的一生 要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你 子墨 子墨才能给你安全 给你保障 给你快乐 高儿 好 是你帮我推向子墨 是你 只把我那么做了以后 你会后悔的 对 好 驾 千天 你要不要学下满车 我来教你 很快的 你看 全球驾得很好 驾 驾 倩倩 你怎么了 倩倩 既然你已经跟我出来玩了 就不要再想家里那些不愉快的事了 倩倩 不许你再掉眼泪 不许你再伤心 你知道吗 你把我弄得有多么的心慌吗 你自己再往下 ب许你再瘦lic 有什么都能打破 whit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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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山就有这等好处 可以左跳前堂江 右望西子湖 所以有人说 三弦尚玉皇 就可以临近印西子 听套依前堂 真的耶 登太山人小听一下 真是有点道理 站在这儿 个人显得多么渺小 所以很多不愉快的事 就把它忘了吧 要把我现在创造未来 对于感情更是如此 知道吗 你听说了吗 倩倩和我哥最近走得很近 我知道 最近他们常常出游 爬山游湖 骑车兜风 依然是对公开的恋人了 倩倩好像真的接纳我哥的感情了 这才是咱们躺了躺啊 我怎么输了 我哥不是以半年为妻 看谁能先追上天天的吗 他果然不简单 速度那么快 说追就追 那又怎么样 我早就知道了 你不觉得我哥丢他一套 技高应酬吗 要不然今天跟着很难追的 我哥不到三个月 就把他追到手了 太棒了 这下我们又有机会 可以痛快地吃一顿了 秀穿他们非得好好地摆一桌认输 甘拜下风不可 不过也有可能 反过来我们可以敲喝一顿竹杠 我哥在清欢的方至于 还会不肯大包的付账吗 今天阳光很好 投射进来刚好映照在你的身上 这个角度很好 子玄你不要动 我想画你 你看 我穿这身衣服像什么画 这么难看 这样吧 今天就做人体画好了 也许还来得好一些 好 你怎么啦 前面不是水云间吗 我们怎么走到这边来 那正好 我们干脆去拜访他好了 吓他一下 吓 怎么说吓呢 他如果知道我们 我跟你 感情带有进展的话 他一定会很吃惊的 不是吗 也对 他应该会被吓到 好像有人比我们先到了 有说话的声音 别动 手抬上来 对 柔柔的 放自然一点 好 就这样不要动啊 它们正在做话 那么专注的样子 看来 好像我们不适合打扰它们 紫萱在爱情的路上一直走得很坎坷 他和玉农的事儿偷了好些年了 迟早要解决的 这个样子我看了实在难过 其实我看得出来他真正心仪的人是若红 但是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 而我也因为他的欢迎关系还在不宜点破他 我想在他潜意识里是觉得对我有罪恶感吧 所以不敢坦然去面对这份隐藏的感情 再来可能他自己也没把握若红对他的态度是什么 那若红对他你的感觉是什么 关于若红的感情世界我还真是一无所知 认识他这么多年 也没看见他交过任何女朋友 但是他身边却也不乏有许多女性朋友 子萱对他来说 大概是属于红粉知己这类吧 红粉知己 他们真是相像啊 个性思想观念都很投契 你看刚才他们和谐交融的样子 他们的相处方式就是那个样子 一贫一笑一举手一投足 彼此充满了默契 看着子萱和若红安详宁密的一幕 我心中的琴弦仿佛也被牵动了 让我突然生出莫大的勇气 想要向你表白我的真情 倩倩 你知道吗 我本来是个不婚主义者 抱定了一辈子独身主义的 我不相信爱情 更害怕婚姻 可是 一直到遇见了你 我以前所有的观念完全瓦解了 不管用了 我突然那么向往爱情的美好 那么渴望成立一个家 那么强烈的 想要和一个女人长相厮守 永远紧紧在一起 是你 让我有了这份勇气 这种冲动 你知道 我的心一如死水 已经很久波澜不星了 是你 让我有这种重新活过来的感觉 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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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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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感情 无处宣泄 那你去找子墨 去抓住她 去把握她 倩倩 你跟她在一起才有幸福可言 子墨 子墨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这本中国历代画人传 你不是要看吗 我帮你找到了 字幕 我 好啊 这下课给我们打了一个正着了 你们俩这样花前月下 相依相为多长时间了 从市场来 就说嘛 这些日子话会乱七八糟的 单独行动的是越来越多 我就知道不对劲嘛 是啊 是 喂 不过我说千千 我沈志文呢 还没出招呢 你现在要后悔还来得及 你将会发现 真正男人中的男人 在这里 在这里 喂 字幕 你也未免太小人了 明明我们大伙都是同进同出 集体行动的嘛 你什么时候私底下抢先了一步 把咱们哥们的义气全抛在脑后来 人家高明就高明到这里了 不动声色悄然行动 声东即西 不费吹灰之力就擒拿到手 你们你们不要这个样子嘛 大家 大家都是好朋友 你们不要乱说嘛 好朋友 你是说我和子墨在你心中的地位都是一样的 我也是吗 我也是吗 喂 你们这些都有点风度好不好 恭喜恭喜 我忠书齐是注定命苦 这一生一世就准备忍受煎熬 为某人是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所以我对情有独钟的人是特别的敬佩 我祝你们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享受青春 对不起 你们再亮开玩笑 我就要走了 别走 你们够了没有 有完没完 你不够一起 咱们跟你没完没了 你们说是不是 对 对啊 什么会长嘛 正安当会长嘛 敬尊忘友 就是你 我老朋友你忘了 敬尊忘友 你朋友都没有了 什么大哥什么会长 为长嘛 你敬尊忘友 敬尊忘友 我们新朋友把老朋友都忘了 什么大哥什么会长 为长嘛 你敬尊忘友 好了好了 我看呀 杜芊芊搅乱这个湖水 终于快平静下来了 倒是梅若红 你怎么不说话呀 难道是在闹失恋吗 对啊 这世界上有人得意 总有人要失意嘛 灌溉满精华 对啊 私人独憔悴 少来了 给你一根杆子 你就顺着往上爬呀 还私人独憔悴呢 君不见 今日的罪马化会 人人皆憔悴 个个都是义嘛 是啊 我们都想起起跳戏舞自杀啦 哎 大家说说看 我们应该怎么惩罚子墨 对对对 错 错 好好好 你们大家不要名单千千了 今晚上我请客怎么样 好酒好菜 我叫他一大桌子 让你们这些豺狼虎豹吃个够 咱们呢也不必出去吃了 就叫一桌韭菜 到咱们的水星阁来吃 就算大家放浪情亥 吃到深更半夜也没关系 怎么样 好 好 这都决定了 好 人生难得起回醉 不欢更何待 不欢更何待 走 大家买酒买菜去 买酒买菜去 走 走 有好酒好菜 我也可以参加吧 来来来 来来来 各位各位 好酒好菜好朋友 好花好景好西味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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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样的欢聚是人生中最大的幸福 你们都不要垮着脸 故意过装出一副无比身影的样子 来 大家尽情地喝 来 喝 烦你一杯子不 你说别人无病身影可以 就是不能说我 第一我没有身影 第二 我还真有病 有病 什么病 快说 你有什么病 你说说看 是相思病还是单思病 我有精神病 我有精神病 心理病 头脑病 换句话说就是疯病 我疯了 你的病情怎么样 细细地说来 我还会一点跌打损伤 看需不需要我给你机掌 打动你的奇经八脉 算了 我的奇经八脉 五脏六腑 全都乱成一团了 现在是剪不断 里海乱 你说的是哪个话 我怎么一句话也没听懂 别打雅弥 你要是不说清楚 这杯酒我是不会喝的 你不敢跟我拼酒是不是 你真的要跟我拼酒吗 你干三杯我告诉你 你先干三杯 我就奉陪你三杯 行 好 算了 倒酒 倒买点 喝快点 快 来 第三杯 喝了 喝掉了没 喝掉 第三杯 现在轮到你了 这杯我再添加喝了 汪子墨 你什么意思 现在又不是洞房花烛夜 要你来心疼 要你来保护他 我告诉你 既然要跟我们醉马画会这票人搅和在一起 就应该跟每个人都打成一片 你不敢像男孩子一样拼酒的话 也不如藏入身归 远离我们这些财狼虎 你既然冲着我来 我就和你周寻到底 你说几杯 三杯吗 我干了 千千千 你到底要干什么 男子汉大仗 要去为难一个弱女子 弱女子 就因为天下有这些弱女子 所以才把天下的男子汉 全体打下了地狱 有钱不负了 是 对呀 今天完全不是酒逢知己千杯少 我看是几家欢乐 几家愁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让我见得不会害怕的女孩子 怎么想不到 来 今天下有情人 今天下十一只 杜千千 你酒量不佳 我替你敬大家 看来你搅乱这壶水还在暗潮起伏呢 杜千千敬各位 请多包含 请多体谅 汪子权 你少自作多情了 千千的酒呢 让她自己来敬 好 我干十杯行不行 千千 美容 你到底是怎么和我们过不去吗 我说了 我有病啊 我头脑不息我疯了 我吃醋 我嫉妒你行不行 就这么回事行不行 我美容红什么都不辱你 画画不如你 做人也不如你 酒量也不如你 才华不如你 风度不如你 现在你又赢得美人心 让我们最马化慧这一票 兄弟摔得七婚八素的 天哪 我真的嫉妒你 我好嫉妒你 我嫉妒得快发疯了 你真的嫉妒你 你嫉妒你 我嫉妒你 我那爹打水伸药 全都不管用了 来 你们接着 我来 滑拳 老 老 蘇姓赵 老 逆踩 拔披码 输了不喝 来 1 1 2 7 8 我現在才知道 有一種人的名字叫做煞蜂蜜 那大概就是我 一個橋 打鼻麻 六六順 一個橋 葡萄美酒夜光杯 玉飲琵琶馬上催 碎我西湖君莫笑 古來情場幾人回啊 幾人回 好 好句子好句子 好一個古來情場幾人回 這戰死沙場本就是天經地義 這戰死情場啊 才是千古大悲劇啊 好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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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催 巨菸 倩倩 别离了你 这些啊 记得就关风 每次都这样 越吵就越不像样子 连李白杜甫都能被他们炒得活过来 弃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 今日之日多烦忧 为什么 为什么昨日之日不可留呢 子萱 我们也有过好时光了 是不是 为什么 为什么昨日之日不可留呢 昨日之日的离给我 早已死去 还今日之日的那个我 你又根本认不清 是吗 是 我代表所有的罪马花花会员敬你一杯 我先干了 你代表全力敬我 是 我们敬你也向你道歉 这些年来 我们大家对你有诸多的不友善 是我们的不对 怎么 怎么 运弄 请你看在我们大家伙的份上 高抬贵手 放自悬吧 那么我们大家会更感激你的 原来 原来 你 你们 你放了子萱 等于也是放了你自己呀 运弄 这种彼此折磨的生活 你就快早斩乱马 把它斩了吧 你看 是要大家快乐 还是要大家悲安 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结束一个悲剧 就得开始一个喜剧 古愚弄 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悲剧赶快做个结束呢 对 长痛不如短痛 绿龙 我没谈过恋爱 感情的事我不懂 不过我看得出来 现在的你呀 并不快乐 天涯和处无方畅 就凭你古愚弄这个架势 你走出去 还怕找不到红颜知己吗 我眼看你们在这个婚姻 彼此伤害 彼此痛苦 何不定下决心 让这种痛苦烟笑云散呢 离开了子萱 说不定 你一下子豁然开朗 一片海阔天空 你会追星到 更适合你的伴侣的 你们一言一句 好像真的是为我好事 但是 你说一句话 我现在要你一句话 不是你不好 是我不好 你就去让我过我自己的日子吧 叶红 好 好 太好了 你们每一个人都冲着我来 好像真的是为我好 是不是 是呀 太阳 你们要剃除我的念头 简直是万众一心啊 算了 算了 顾玉桶 子萱 我就裁权你 拆着我的酒还没有戏 还快把子民拿过来 等我酒洗了药塞切那个字 他就比当天还难啊 快快点 收拾 什么机会 快快快 那我收房里啊 我收房里 快快快快 补 公鱼 离 王子萱 知音 个 性 不合 无法 继续共同生活 此 彼此协议离婚 从此男婚女嫁 各不相该 玉奴 谢谢你 谢谢你成全了我 而且 是在这样平静的心情下成全了我 放我自由 不能成为夫妻 我们将成为好朋友 如果你愿意 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自询 做了三年多的复习 你这是第一次为我掉眼泪吧 没想到 即使在离婚的这一刻 才得到你这感激的人 早知道 我应该找钱这个词的 雲东 你终于想通了 我们最马化会从此欢迎你 成为我们正式的一员 欢迎你 我又不会画画 又不懂得诗词歌服 你们要做什么 我也不懂啊 但是我也加入了 是啊 是啊 你不同 你是万人名 而我呢 是万人厌名 不不不 谷玉农 你做了伟大的决定 你了不起 我雁明第一个叫你这个朋友 真的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我谷玉农也有伟大的时候 你说得跟真的一样 请得让我飘飘欲险起来 倩倩 瞧 感情真是太丰富了 人家子玄才有理由掉眼泪 你呢 真是 哭得比子玄还伤心 嗯 两个爵士美女的眼泪都不属于我 美若 美若 不如归去 不如归去 喂 走 走 还没完呢 走 走 走 谢谢 谢谢 祝你 谢谢 娃娃本 你这是什么 我自然 不听 胡君 天针 我的être 在ákspot 彼此的时间了 我在人生的旅途上 孤独的寻寻觅觅 终于找到了你 我不想再过孤独的日子了 子墨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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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千 我爱你 我从没有爱一个人 像此刻般的强烈 千千 我爱你 好爱好爱的 不许你摇头 千千不许 我不许你摇头 你为什么要摇头呢 是因为你还太年轻吗 是 你才二十岁 谈论婚嫁也许是早了些 但是不要紧 我可以等 你让我等多久 我就等多久 只请你 不要摇头 还是 你不相信我的诚意 我知道了 是我过去那些论调 让你害怕 过去 我总说 我是报独身主义 是反对婚姻的 以至于你认为我是一个不想对婚姻负责的人 千千 你听我说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遇到你 过去 我看到我父母媒妁之言的婚姻 两个没法沟通的人 在一个屋檐下 平淡冷漠 相对无言的过了一辈子 又看到子萱和育农的婚姻 他们可是自由恋爱结的婚姻 但也好像被一时的爱情冲昏了头 最后还是必须以离婚收成 还有我身边许多亲朋好友数不尽的婚姻 最后的结局 也是令人心寒 令人失望 所以 我才指他爱情 怎么也不敢去碰出婚姻 但是 自从认识了你 我过去所坚持的观念完全粉碎 我辛苦见年那个自我防御的堡垒也瓦解了 我居然不怕婚姻了 我对我们的未来 充满了美丽的憧憬 我那么强烈的 想要和你厮守在一起 纷纷渺渺 碎碎年年 倩倩 让我们携手 共同建立一个温馨甜蜜的家